7月4号就是美国的国庆日了 不过在这个国庆日最新的调查 就发现到好像很多的美国人 对于他们的总统是有些不满的 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是处在通膨的压力 还有经济上犯罪问题等等 等于说在内政上拜登也是非常的头疼 而芝加哥的大学研究就说 49%的人认为说越来越觉得 他们在美国根本就像是一个外来者 有28%的人则是认为很快就需要拿起武器来反抗政府 另外是有超过一半的人认同说白宫腐败 而且操控一般的普通人 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美国总统拜登的信任度 也是在下降 像是这个疫情上升 还有油价也上升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阿富汗撤军 还有非法移民等等的问题 似乎也困扰着他 所以有一份民调是哈佛大学 他们就说如果拜登再次进学美国总统 要连任的话会支持他吗 结果有71%的人是认为不应该的 甚至当中你可以看到 有45%的人还认为拜登是糟糕的总统 有1%的人认为拜登年纪太大了 另外还有1%的民众也认为 现在美国就应该要做出改变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